第411章 乱到天界去 陈南感应到了古斯的精神波动 诧异地望着瑞德拉奥第三只眼中 积射出的金光 那道神光快速射进了太极神魔图前的黑洞 如巨魔之口的黑洞遇到金光之后 快速消融 而后彻底消失了 当然神光也跟着不见了 瑞德拉奥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太极神魔图似乎也谨慎了起来 再次开始围绕着瑞德拉奥旋转 陈南和匹子龙他们则大惊失色 无往不利的太极神魔图竟然失守了 可见稀土图腾之强大 定地神术和玄武神规 以及高大的神山也缓慢地旋转起来 一时间和瑞德拉奥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双方对峙着 不过只要是争斗 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的 就在刹那间 太极神魔图和瑞德拉奥也不知道是谁先发动起了攻击 这一次他们的动作快如电光 只见几件圣气笼罩的光团内到处都是残影 根本看不清太极图和稀土图腾的确切位置 只知道他们在不断冲撞 在此过程中 瑞德拉奥的图腾之眼神光不断闪烁 号称能够毁灭世间万物的神光 黄轰烂炸 不过每一道金光都被太极图印接了下来 并没有让一道毁灭之光肆虐而出 尽管如此 陈南的那天地却也已经如同地震了一般 不断狂猛地晃动 远处的混沌地带甚至开始崩瘫 这令陈南心惊胆战 稀土图腾和太极神魔图的拼斗实在太激烈了 那种毁天灭地的能量如果冲出来一部分 恐怕也会毁掉他的那天地 哦 还让不让龙活了 这些变态怎么都被我们遇上了 我敢说 这个变态图腾比那天下第一女妖差不了多少 紫禁神龙在提到神秘的欲如一女子时 不禁缩了缩脖子 对方的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突然间天摇地动 太极神魔图和瑞德拉奥激烈地冲撞着 他们似乎展开了决战的架势 轰 就在这时 围在外面的定地神术 突然爆发出一道无比粗大的绿光 向这里面的稀土图腾轰击去 与此同时 两座神山也向前撞去 玄武神龟更是挥动巨爪 狠狠地向前砸去 几件盛器竟然也参与了进去 狂轰稀土图腾 尽管几件盛器的能量光芒过同时向内 但他们 还是无法完全遮拢住一出的能量风暴 刹那间陈南的那天地 经历了一场浩劫 原本鲜花芬芳的大地 刹那间军裂 转眼间崩碎 整片混沌地带不断崩塌 隆隆之想不绝于耳 整个小世界天翻地覆了一般 即将彻底毁灭 陈南被震的口吐鲜血 痞子龙和小凤凰 龙宝宝也被折腾得祸笑祸鸣 在能量风暴中 他们也同样受创破重 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陈南的小世界几乎被毁 几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在混沌地带 这片那天地即将崩塌 不过最后关头 能量风暴中未能做出进一步破坏 定地神术光滑万丈 他将这片小世界内的能量风暴 全部吸纳了 而后绿光点点 涌动进有裂缝的混沌地带 令那些空间大裂缝慢慢闭合 恢复为初始的混沌状态 这个时候 两座神山已经被瑞德拉奥 生猛地打入了混沌地带的最深处 几乎不可见了 让人惊异的是 一道轻壁的石山 自混沌的带延伸了出来 矗立在现场 将瑞德拉奥的蛇尾压在了下面 只欲上半身在外 竟然是石化的半截大龙刀的本体 任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光头 石化的大龙刀竟然也参与了进来 将稀土图腾镇压在了下面 玄武神龟正挥动着巨大的绿爪 一下一下地轰击着瑞德拉奥的上半身 太极神魔图颜色暗淡 浮于虚空中 最后竟然停止了旋转 一惊 一黑两色光球分散了开来 在男组太极图 各自电射向陈南的丹田中 陈南躺在地上 浑身骨骼仿佛粉碎了一般 连动一动小手指都有些困难 他以为自己可能就此死去了 不过当那天地被定的神术稳定之后 他终于知道 他与死亡擦肩而过 哦 龙大爷是永垂不朽的 我 到底还是没死啊 敖屋 痞子龙喷了一口鲜血 躺在地上尝嚎了起来 龙宝宝受创破重 迷迷糊糊地嘟笼着 我死了吗 我想吃 图腾蛇羹 小凤凰鲜血染雨 已经陷入昏迷之态 陈南终于能够动了 他忍着剧痛坐了起来 心疼地将说胡话的龙宝宝抱在怀中 擦进他鳞片间渗出的龙血 为他输送了少许真元 而后放在地上 又将旁边的小凤凰抱起 将他羽毛上的鲜血蒸干 输入一些真元 才摇摇晃晃地站起 陈南现在五脏皆伤 他觉得自己可能废了 一步一摇晃地 来到了瑞德拉奥的身前 此刻玄武神龟 那巨大的 足有房屋大小的绿爪 正有一下没一下地轰击着瑞德拉奥 不过老龟似乎也受创了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竟然没有将瑞德拉奥的上半截砸烂 不过也足以说明 稀土图腾的可怕 当真具有金刚不坏之躯 虽然他已经昏迷了过去 但被老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不断轰砸 依然无损分毫 靠 居然干不思念 紫金神龙龙守人身撞 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记紫金双截棍 狠狠地披在了瑞德拉奥的头颅上 当 敖乌 一声金属颤音 紫金神龙手中双截棍脱手而出 直阵地他虎口崩裂 鲜血涌出 痛得他不断甩手 怒骂道 俺靠 这条变态蛇气死我了 已经昏迷过去了 居然都无法干挺他 丢龙啊 陈南的目光很冰冷 他受的伤势再太重了 现在只是被他暂时压了下去而已 这近乎自残 但他没有办法 不尽快处理这稀土图腾 等他醒过来 他们几个谁也活不了 他咬了咬牙 不顾严重的伤势 集结其体内那潜藏的所有力量 铿锵 一声死亡魔刀 出现在了他的右手中 同时七八把兵器 悬浮于他的身边 一道魔影 处立在陈南的身后 魔影左手中 是一件神秘的兵器 是一个身负锁链的人像 长能有一米 不过人像很模糊 难以看清体貌 但其上面所附的锁链 却很清晰 捆锁得非常结实 这一次 魔影的双眼也睁开了 他同陈南一样 冷冰冰凝视着 昏迷不醒的稀土图腾 瑞德拉奥似乎心有所感 竟然从昏迷中惊醒了过来 看清陈南身后的魔影后 他有些吃惊 不过就在这时 陈南手中的死亡魔刀抡到了 在他的景象与头颅上狂批 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只是依然无法损伤他 瑞德拉奥并没有因为 近距离遭受攻击而惶恐 反倒是对陈南背后的魔影 感觉有些惊异 他对着魔影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 他边问边想挣扎起来 只是这时他才发觉 自己竟然被一座 亲壁的石山 镇压在了下面 瑞德拉奥惊呼道 居然是 东土图腾之一 西土图腾看着陈南背后的魔影 惊疑不已 再看到镇压他的青龙石山 更是有些变色 他额头上的那只树眼 一阵颤动 似乎即将睁开 尼秋快闪开 陈南一手披飞了紫金神龙 而后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左手 印上了西土图腾的整张脸上 俺靠 敖屋 紫金神龙被扇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滔天的魔器 自陈南左手涌动而出 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瞬间爆发了开来 黑暗笼罩了这片天地 魔器吞噬了一切 混蛋 瑞德拉奥大叫着 快停下来 我们不是敌人 啊 紧接着 他惨叫了起来 天魔左手 被批飞的紫金神龙 念叨完这一句 在空中直接昏了过去 无尽的魔器在浩荡 陈南的那天地 发出了一声碎裂的声响 他大口喷血 昏死了过去 待到魔器散尽 瑞德拉奥的半边脸 已经被批飞了 他虽然神通广大 但在被镇压的情况下 如此近距离地挨了一记天魔左手 没有化成飞灰 足以惊逝了 西土图腾的半边脸已经不见 而额头 那只树眼 也早已不知被批地 滚落到了哪里 地上一个一个清晰的掌印 打穿了身后的地层 穿出了陈南的那天地 天魔左手 将他的小世界击穿了 瑞德拉奥并没有死去 他醒来之后 精神波动无比剧烈 一只独眼愤恨地 看着昏迷不醒的陈南 想要直接下杀手 但独眼对上陈南背后的 那个魔影后 他又有些犹豫了 他气得疯狂地大叫 精神私感 他妈的 这是哪个鹰人指使人 把这个小子 封印进这层地狱的 不按常理出奇 我这个小子直接扔进你们所谓的天剑 既然敢乱来 我就给你们乱到底 第412章 打通天剑 陈南和痞子龙 以及龙宝宝 小凤凰都已经昏死了过去 这片那天地中 只有稀土图腾瑞德拉奥 在疯狂地吼笑着 怒骂着 他实在被气疯了 竟敢如此算计我 不要让我知道是谁 不然我和你不死不休 好久之后 紫禁神龙和龙宝宝 小凤凰才慢慢苏醒过来 至于陈南 他所受的伤识在太重了 这时他身后的魔影已经消失了 好吓人呀 那个家伙的半边脸都没有了 还活着 小凤凰最是胆小 一副害怕的样子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的蛇羹 龙宝宝也迷迷糊糊地 揉了揉一双大眼 紫禁神龙还算比较清醒 战战兢兢地挪了过去 抱起陈南就往回跑 样子看起来有些好笑 哦 吓得我的老心肝 扑通扑通 跳个不停啊 老痞子擦了把冷汗 在紫禁神龙和龙宝宝 共同催动元气的情况下 陈南终于慢慢苏醒了过来 不过当他看到不远处 正在咆哮的稀土图腾时 又差点昏迷过去 天魔左手 那么近的距离 都没有干掉他 这个世上还有几人能够杀死他 安靠 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在你的那天地中 我们即便是跑 他也会如影随形 况且也跑不了 被困在了该死的第十二层地狱 他龙妈妈的 打又打不死他 逃又不逃掉 真是让龙痛苦啊 龙宝宝一双金黄色的小拳头 紧紧地攥着 看样子也分外紧张 最后 他将颈项下的逆鳞摘了下来 郑重地递给紫禁神龙 小声嘟囔道 要不 要不 你直接自杀算了 安靠 你个小豆丁 现在有害心情调侃龙大爷 小凤凰飞上了陈南的尖头 小声道 奇怪哦 他并没有急着 要来杀我们 瑞德拉奥的精神波动 始终处于狂暴状态 不停地在这片那天地激荡 过了好久 他才稍稍稳定了一些 不过还是时不时 就会咒骂上几句 陈南已经感应到 自己的那天地被击穿了 这有如他自己的被击穿了一般 他浑身上下都剧痛无比 如果不是 紫禁神龙扶着他 恐怕战都不战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 瑞德拉奥剧烈的情绪波动 终于再次缓和了一些 他用精神思感 在陈南心中传声道 遇到你这桑门星 倒霉鬼 真是一大不幸 你们过来 我倒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家伙在算计我 眼下陈南他们早已没有站立 既然对方想坐下来谈谈 他也没有抗拒的必要 看着瑞德拉奥 少去半张脸的头颅 紫禁神龙 站在陈南身后 黑黑偷着乐 虽然他们开始 时处处吃扁 但最后被陈南一掌 就全都给挣回来了 这种感觉 让老痞子觉得 比亲自动手的陈南还要爽 我想请问 到底是谁把你们封印进 第十二层地狱的 瑞德拉奥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半个下巴不断抖动 也没有咬上去 老痞子想也不想 冲口出 三头黄金神龙奇拉昂斯 斗神扎里斯 六头神墨猿 上古神龙昆德 龙宝宝眨了眨大眼 接着道 还有东土度假玄界一帮高手 以及感世派玄界一个狮王 居然有这么多人 就凭你们几个 要这么多人出手 不要说谎了 小龙嘀咕道 好吧 算我多说了 就是前面那几个人 小东西和痞子龙一个目的 想把一些大敌都卖出去 不过既然被发现破绽了 他也只能冤枉 六头神墨猿那三个家伙了 昆德 似乎很耳熟 哦 想起来了 古斯他们那群人不就是 被那个家伙封印进来的吗 该死的 这个家伙的灵觉还真敏锐 竟然觉察到了我的存在 不过 我猜想他背后还应该有人 不然凭他还不敢来探究我 瑞德拉奥情绪又剧烈波动了起来 道 六头神墨猿那三个家伙 是什么来头 痞子龙解释道 当然是狂上天的家伙 其中六头神墨猿的来头最大 他的母亲 差不多是现今稀土最强的女人 而他的父亲 则是天界的一个神墨 来头似乎也不小啊 天界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年困害我的最大主谋 必然在天界 现在 也许他有了某种感应 制造了种种巧合 将你们封印进了这里 当然 也许真是种种巧合下 你们被无意间被封入了这里 不过 我已经决定 送你们进入天界 既然要乱来 就给他乱到底 管我什么事 陈南有些不解地望着眼前 有如神经质的稀土图腾 怎么不管你的事 谁碰你谁倒霉 也让所谓的天界的混蛋倒霉一下 碰我就倒霉 陈南更加不解 当然 我方才亲眼见到了你 总之 算了 这不是现在的你所能够了解的层次 反正你是一颗灾心 自己倒霉也就算了 还有到处留下祸乱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凭我是稀土图腾 历经无数时代 自太古至今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还好你说了个之一 不然我还以为你 天地间第一呢 陈南讽刺道 你说 要把我们送进天界 请问你自己有办法 脱离这第十二层地狱吗 稀土图腾瑞德拉奥 怎么会听不出陈南的讽刺 他冷声道 你觉得凭我的实力 还无法突破封印离去吗 我之所以不肯离去 是因为 我想带走这第十二层地狱 这是我创建的一方天地 我怎么能够容忍他 被人当作囚牢呢 当年 稀土图腾实在太大意了 被人施展了手脚陷入沉睡 而且是那种 最深层次的隧道海枯石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可能会一直沉睡不醒 更加倒霉的是 当他醒来时发现 他所祭练出的空间 竟然不知道 被什么人破坏得七七八八了 成为了十八层地狱中的 一层无比广阔的牢狱 几乎和他彻底切断了联系 如果他想破开虚空离去 可以说易如反掌 但是他是必要切断 与这个空间的最后一丝联系 永远地失去这方天地 瑞德拉奥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空间 他必须要夺回属于自己的这方天地 所以 七千年来 他一直在想尽办法 重新祭练这方天地 而且 具体探查后 瑞德拉奥发现 这十八层地狱 有几层地狱 也是无比广阔的玄界 他有一个野心 想在这里吞噬整个十八层地狱 将所有空间纳入他的天地 到那时 他的空间将浩瀚无边 敢与天真 这些事情 瑞德拉奥当然不可能全部告诉陈南 但简要地提了一些 就足以让陈南对他的修为 再次吃了一惊 你 确信要把我们送入天界 小凤凰小声道 老痞子结结巴巴地道 你自己 去过天界吗 我听说 你是一个老古董籍的存在 但是 稀土图腾冷笑道 我当年被万众敬仰的时候 你的祖先可能还在吃奶呢 我Athi锦号百分号人民币锦号 匹子龙在心中大骂 稀土图腾不屑地道 天界算得了什么 当年天界被我发现时 现在所谓的神灵还没入主呢 我想把你们送进天界 一如反掌 这他妈真的是个 不知道活了多久岁月的老古董 这是陈南和三头神兽 很想咒骂出的感慨 我能够感觉到 到我的大仇人在天界 我也能够猜想到 那些混蛋们 肯定在相互算计 既然他们想布局图谋不轨 那么我就给他们来一个意外 下一步乱骑 我直接让你们进入天界 这时稀土图腾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从青龙石山下 挣脱出来了自己的下半身 而后在陈南他们的目瞪口袋中 他的失去的半侧脸 渐渐长出了血肉 慢慢恢复了原貌 瑞德拉奥回头看着青龙石山 常叹道 可怜的东土图腾啊 你比我惨多了 大龙刀会是东土图腾 陈南和匹子龙他们心中充满了疑问 只是还未等到他们开口 瑞德拉奥已经跨出了陈南的那天地 而后一股莫名的大力 将他们也拉扯了出去 我让你们凡台成圣 白日飞升 这是许多人 渴望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稀土图腾说着 双手不断结印 一股浩瀚的能量波动 在整个第十二层地域浩荡起来 最后 这剧烈的能量波动 引得其他地域中 被封印的凶神恶煞 跟着咆哮了起来 光明教会内大乱 震魔石飞走 圣谷代替镇压 刚刚稳定下来的第十八层地域 现在 为何又动乱起来了呢 中心神殿内 光明教皇问道 动乱的根源在第几层地域 是在 第十二层地域 听到专门监控 十八层地域的神职人员禀报后 刚刚站起来的光明教皇 一下子又坐在了他的宝座上 口中喃喃着 难道是那 真是一个多世之秋啊 这个时候 稀土图腾已经破开了第十二层地域 外面是一个黑森森的空间通道 是直达光明教会地表的唯一空间隧道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浩瀚的威压 自隧道上空澎湃而下 瑞德拉奥脸色变了又变 道 所谓的镇压圣物 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我不需要惹他 我直接在这里 破开天界的空间就可 我看他能有什么作为 稀土图腾 慢慢睁开了额头的第三只树眼 号称能够毁灭世间万物的毁灭之光 电射而出 轰隆隆 整个十八层地域 都在剧烈摇动 金色的光芒 瞬间照亮了暗黑的空间通道 在这一刻 黑暗的空间 渐渐破碎了开来 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自那片空间浩荡而出 不过 与此同时 光明神殿的地基 也一阵剧烈动荡 圣谷处又喷发出 一股磅礴的力量 向着地下汹涌澎湃而去 滔天的魔气 笼罩在整片光明神殿上空 稀土图腾冷笑连连 树眼中金光更盛 前方击穿的空间 不断破碎又不断闭合 这是 陈南无比惊讶 你以为天界是那么好近的 尤其是像你们这样 繁台飞升 如果不避开天雷 你们进得去吗 天伐之雷即将出现 我正在准备化解 不可能一步就破开天界 这时 圣谷再次浩荡 而下的力量终于轰制了 瑞德拉奥台长向上轰去 同时树眼之中 射出的毁灭神光更加强盛 轰 那所谓的天界空间 终于被金光轰开了 无尽的天雷披露而出 稀土图腾果然强横地让人心惊 第三只树眼射出的毁灭神光 一边对抗天伐之雷 一边将它们引入了 通往地表的空间地带 正好和澎帕尔下的圣谷力量 冲撞在了一起 一时间 十八层地狱地狱沸腾了 有天伐之雷的霹雳大响 也有稀土图腾的毁灭神光的狂轰烂炸 还有圣谷那澎湃的 无匹力量的波动 整座十八层地狱在震动 万魔在长孝 凶神在嘶吼 所有被封印的凶神恶煞 都动乱了起来 第四百一十三章 碎虚空 天界 对于光明教会来说 如今真是一个多时之秋 震魔时的离去 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好在有圣谷重新镇压 而如今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凡是在拜诞圣城的人 都已经感应到了奇特的天雷之音 这绝不是有人故意引导天伐之雷大战 这绝对是有人要捂破虚空的征兆 有人要破碎虚空 进入天界当然是个大事件 但产生天伐的地点实在太邪义了 竟然十八层地狱 竟然从关押凶神恶煞的地狱传上来的 这让所有感应到天伐波动的修炼者 目瞪口呆 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 它的确就这样发生了 那片虚空终于彻底破碎 一个鲜无阴暈的空间通道 出现在第十二层地狱之外 九道大天雷中 伴随着九十九道小天雷 已经全部披露完毕 全部被瑞德拉奥的毁灭神光 陈南和三头神兽 被瑞德拉奥打入了那个光灿灿的通道 几个家伙如做梦一般 这简直有些不可想象 不久前 他们还在和稀土图腾拼命 才短短半个时辰 生死大敌竟然帮他们破碎空间 要将他们送入修炼者梦寐以求的天界 这当真如梦似幻 瑞德拉奥到底在陈南身上看到了什么呢 为什么执意认为他是霍乱的根源呢 陈南无论怎么想也不明白 一阵剧烈的精神波动在第十二层地狱内传播了开来 把我也带入天界吧 伟大的稀土图腾 让我也进入天界吧 瑞德拉奥常委一个甩抽 砰的一声 将骷髅头古斯抽进了天界通道内 通道慢慢关闭 陈南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 瑞德拉奥也重新封印了自己的第十二层地狱 陈南他们感觉自己仿佛长阳在时间长河中 仿佛穿越了无尽久远的岁月 最后光芒一闪 他们飞出了空间通道 一股灵气迎面扑来 顿时让人全身放松 不过 紧接着 几个家伙接惊叫了一声 扑通 扑通 他们跌入了温暖的泉池中 萌萌热气飘散开来 同时屡屡幽香浸入心皮 这是一座秀丽的矮山 漫山遍野鲜花烂漫 空气中充满了让人迷醉的心想 自封顶流淌下来的温泉 在半山腰 形成数十个连在一起的泉池 一个个温泉池 就像一颗颗珍珠一般 点缀在满山遍野的鲜花丛中 实在是一处圣地 哦 我与光明大神棍同在 我来到了他的老家了吗 这里的灵气实在太浓郁了 让我快迷醉了 小龙眯着一双大眼 使劲在攥着小拳头 在温泉中滚来滚去 一副陶醉的样子 小凤凰也欢快地扑扔着水花 洗掉了羽毛上的血迹 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至于骷髅头骨丝 则在温泉边上贪婪着吸着花香 尽管他已经没有了嗅觉 不过重见天日的他 感觉幸福的都快晕过去了 老痞子最为奇特 一双龙眼色迷迷 直勾勾地望着远处的温泉池 口水不自禁地往外流着 陈南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顿时眼神也有点发指 远处 温泉中几个雪白的郊区 在欢快地扑扔着水花 几个美丽的身影 实在太吸引人了 那晶莹剔透的皮肤 如玉一般尽量细嫩 一群美丽的女子同时吸水 简直是莫大的诱惑 娇美的容颜 粉嫩的景象 高耸的御风 盈盈一握的细腰 丰满的臀部 同时闪现 当真引人瑕疵无限 最为关键之处 这些女子的背后 都生有洁白的羽翼 配上金色长发 遮掩下的圣洁面孔 以及性感妖劳的娇躯 简直惹火到极点 痞子龙流着口水 自言自语道 再向天界五百双眼 让我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看得够 瞧你那点出息 陈南一巴掌 拍在了他的头上 安靠 混账小子 你还说我呢 你自己的口水也流出来了 胡说八道 既然没流 你为什么心虚地擦嘴巴 老痞子的反击 很有效果 陈南心虚地急忙 放下了手 道 这温泉太热 我擦擦汗 且 老痞子头也不回地 嘘了一声 依然流着口水 注视着远处的温泉池 人小鬼大的龙宝宝 也瞪圆了大眼 一眨不眨地 望着那些美丽的天使 小声嘀咕道 原来真的来到天界了 真的是圣洁美丽的天使啊 渐渐地 气氛活络了起来 陈南与痞子龙 还有龙宝宝 开始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点评着诸多美女 天使的身材优缺点 小凤凰好奇地 看着眼前的三个家伙 他有些迷惑不解 实在看不出 那些天使哪里漂亮 怎么比得上他光闪闪的 七彩羽毛呢 那个天使不行 嘴唇太厚 哦哦 还是最左边 那个天使最美丽 细腰 风臀 耸胸 电眼 我的最爱啊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怎么觉得最右边 那个天使最漂亮呀 哦 笑死龙了 那还是个小女孩啊 哈哈 不过还真适合 你这样小屁孩 哈哈 你们两个真是没眼光 看中间那个 几个家伙真是被美色吸引住了 刚来到天界的陌生感 早已消失了无影无踪 同时也早已忘掉 他们曾经亲手 干到过几个天使的事情 不过 他们实在有些得意忘形了 品头论族的声音 稍微大了一些 历时被远处泡温泉的天使们 听到了声音 谁 谁在偷窥 天使们一阵惊叫 纷纷逃出温泉 寻找自己的衣衫 顿时一阵慌万 风紧扯祸 重伤 不便行动的陈南 提起骷髅头 跳上了紫金神龙的背 赶紧向着矮山的另一面飞去 偷窥变态狂在那里 快追 不要让他们跑掉 天啊 居然是妖怪 快看是猪头人参 竟然是个猪头妖 紫金神龙差点掉落下空中去 龙宝宝和小凤凰 已经转过峭壁 飞到了矮山的另一面 他在后面殿后 堂堂龙手人参的神龙 居然被人荡成了猪头妖 着实让他郁闷无比 好在飞到矮山的另一面后 陈南忍着伤痛 打开了那天地 几个家伙都躲藏到了里面 这房小世界被创非常严重 几道空间大裂缝 虽然被定地神术补和了 但依然不坚固 还没有彻底归于混沌 至于 天魔左手轰击处的那个大洞 只是勉强归于混沌而已 稍微用力一下 当然 眼下躲避这些女性天使足够了 一群衣衫不整的女性天使 积极喳喳地飞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 偷窥色狼的踪迹 最后诅咒了一番飞走了 这边是几个家伙 进入天界所遇到的第一件事 矮山附近的风景异常美丽 实属一处家地 陈南他们决定在这里养伤 他们的伤势实在不清 尤其是陈南 几乎都快飞了 古斯并不想离开陈南他们 他可不想 被那些圣洁的天使们 当作邪恶生物给净化掉 在如此秀丽的山景中 唯一有些不协调的 就是骷髅头古斯 这个家伙最先用灵魂之火 猎杀了一只野兔 用自己的头颅取代了野兔的头颅 可以说滑稽到了极点 最后费尽力气 他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 稍微像样的身体 用骷髅头取代了一只梅花鹿的头颅 总算能够力所行动了 经过紫金神龙与龙宝宝 不停地外出查探 终于明白 他们确实进入了西方天界 而他们的所在地 竟然是智慧女神雅思的神域地带 50里外便是成片成片的神殿 智慧女神雅思就居住在那里 而这片矮山丘陵地带 风景秀丽 又有温度适宜的温泉 令智慧女神手下的许多天使 都非常喜欢 陈南的伤势极其严重 大战时 他的那天地几度濒临崩碎 他几次闲死还生 几天过去了 他的身体还没有任何起色 修为也好像被被废了一般 很难提取起源气 紫金神龙和龙宝宝倒是乐观 劝解他 这是一种福分 在这里慢慢养伤 天天看角色的天使妹妹们吸水 实乃人生和龙生最大的乐趣 当然 邪恶的紫金神龙补充道 如果能够捉回来几个天使 那就是厌福齐天了 半个月后 龙宝宝带回来一则重要消息 智慧女神 已经推算初夏季的圣战天使 已经觉醒 而且已经知道了 她的名字叫纳兰若水 现在整个智慧主神殿的天使们 都在忙碌 他们在搭建祭台刻画魔法阵 准备启动神秘莫测的古老召唤法阵 将圣战天使召唤到天界来 陈南大吃一惊 西方天界前不久不断下派天使 寻找传说中的圣战天使 曾经在东土闹得沸沸扬扬 曾经怀疑过是龙武 也曾经怀疑过是孟可 还曾经怀疑过是狂女李若兰 这些都是东土修炼界极其有名的女子 但是 结果却是在修炼界默默无闻的纳兰若水 这实在超乎人的意料 恐怕智慧女神看到这个结果 也要不禁发愣一下吧 一个修为一般 文文弱弱的美女名医 竟然是以战力震惊天界的圣战天使转世 这个反差实在有点大 不行 一定要阻止他们 不能够让他们用古老神秘的魔法阵 将若说召唤上来 我绝不能让若水成为他们的金牌大手 陈南的话语无比坚定 嘿嘿 紫禁神龙间笑了起来 哦 你的伤势有办法治疗了 说到底是因为你和内天地联系太过紧密 内天地没有复原 你的伤势也难以有起色 我想 只要定地神术 吸纳足够的能量 便肯定能够化开混沌 补好里面的空间大裂缝 至于庞大的能量来源吗 嘿嘿 他们那神秘的召唤法阵 不是准备好了吗 嘿嘿 陈南也笑了起来 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召唤法阵 如果真正发动起来 肯定需要庞大的灵力 不然怎么可能将一个凡间界的强大修炼者 强行召唤到天界来呢 到时候 如果想办法 将这庞大的灵力 贯冲到陈南那天地一部分就足够了 只要让定地神术吸收组 可以修补陈南的那天地了 要知道 在这次风波中定地神术 已经失去了大量的灵力 已经不似先前那般碧瘁神意 急需要庞大的灵力补充 眼下机会终于来了 第二日龙宝宝又探听到一则消息 东土天界竟然有仙人要下凡 将选取几名潜力巨大人间高手上天界 陈南沉思了起来 该不会是东土修炼界在寻找转世仙神吧 他想到了年轻一代几个熟悉的影子 这样的话 以后是否能够见到几个熟人呢 第414章 召唤神阵 以陈南为首的这个人寿奇异组合 可以说 向来胆大包天 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们所不敢干的 智慧女神推算出圣战天使觉醒 将要采用神秘的古老召唤阵 将她强行召唤到天界 得到了天界诸神的一致支持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将注意打到了智慧女神的布置上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好宏伟的建筑群啊 龙宝宝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他扑扔着一对金黄色小龙翼 在山间注视着远处的智慧女神殿 那是一片庞大的建筑群落 威额高耸的巨大神殿 一排排一片片 练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高耸的高老建筑物 祥云缭绕 显得无比庄严而又神圣 在神殿的周围 是一片如童话般美丽的圣景 奇花盛开 摇草铺地 不仅有许多在凡间难得一见的真情异寿 而且 还有许多小天使在飞来飞去 显得无比的祥和欢乐 那些小天使 不过一尺多长 背剩一对洁白的羽翼 头上顶着灿灿光环 看起来各个粉雕欲拙 无比可爱 老痞子扎了扎嘴 道 这些小家伙 没什么战斗力 都是女神的仆人而已 负责照看那些花花草草 不过都有些卖相 给小豆丁当老婆倒是不错 我觉得蛮般配的 老痞子又开始为老不尊起来 不过 这并没能引起小龙的反击 因为他的心神 早已经被那透发着 阵阵果香的果园做吸引住了 一双大眼使劲地眨呀眨 正在用金黄色的小爪子 偷偷地擦口水 小凤凰眨动着一双凤幕 道 来到天洁好多天了 才看到智慧女神的神殿 真的好壮观呀 我要是有这么大的一座宫殿就好了 陈男也来到了现场 尽管他的身体糟糕透顶 不过有三头神兽的照应 他不担心被那些天使发掘 而且 天界是一个讲究地位与实力的地方 这里毕竟是一位主神的神殿所在 寻常人哪里敢来撒野 因此 众多天使根本不会有过多的警觉 骷髅头古斯被陈男放进了那天地 不然这个家伙身上的死亡气息 万一被发掘的话 恐怕会引来很大的麻烦 陈男与三头神兽 在神殿远处的矮山上 观看着附近的地形 以被将来战斗或跑路时 能够尽兮了解 女神殿所在的这片神域 是一个充满传说的神秘之地 有人说 这里是一位治神的安息之地 也有人说 这里是一位治神的祝福之地 所有人知道 这里的确充满了一股 让人难以理解的神秘力量 距离智慧女神殿不足十里处 一片矮山群中 有一片开阔的平地 四面环山 犹如一个聚宝盆 天界的寄神台就位于这里 这是西方神界的一处神圣之地 这里的地面不是松软的土地 而是无比坚硬的神石堆砌而成 最中央地带便是由神石搭建起来的 一座古老祭神台 是天界神灵追到先圣的祭台 每一代主神接管神位时 都要来这里祭拜 据说 这里真的是一个通灵之地 有些主神的愿望 真的被实现过 而祭神台的周围 坚硬的神石地面上 刻画着数十个无比复杂的神秘古老法阵 这些法阵乃是天界最大型的魔法阵 其中所蕴含的奥义 即便是主神们也未必弄得清 当然 每座神秘法阵的用途都有详细记载 尽管不能够被研究通透 但只要懂得运用 懂得它的效果就足够了 可以强行召唤主神及存在的法阵 不算最为玄傲难懂的阵法 有限几人可以研究通透 但是如果想发挥出它的最大威力 还是要在祭神台所在的这片盆地布置 因为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标准阵法 同时这片神域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固然能够将法阵的作用提升到极致程度 既然这片盆地位于智慧女神的神域内 召唤圣战天使进入天界的任务 理所应当地落到了该神殿 盆地内各种超大型的古老法阵 都是被被封存的 这几日智慧女神殿的天使们 终于慢慢将古老的召唤法阵还原了 化可出了它的原貌 同时建立起了召唤祭台 所谓的召唤祭台 便是灵力源汇聚的地方 当灵力涌动进那里后 古老的魔法阵才能正式启动起来 陈南和痞子龙他们已经在远处观察了多半天了 不过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 很难弄明白那古老的阵法的奥秘 不过紫禁神龙对阵法 多少还是有些研究的 虽然不能够理解 这个传承无比古老的魔法召唤阵的真髓 但对其 其能量转化部分 还是看出来了一些名堂 但这就足够了 陈南和痞子龙这一次 只想做强盗 只要找到能量供应的灵力源泉足够了 哦 龙大爷我恢复到巅峰状态 只可待了 不光你的那天地需要能量 老龙我也需要啊 等他们的开始贯充灵力时 就是我们行动之计 陈南道 我们离开这里 现在还没有必要犯险 灵力源泉还没有被送来 一人三神兽快速离开了这里 继续回到有温泉的矮山处休养 每日间欣赏天使们的玉秀 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天界并不缺乏灵力源 每座主神殿中都存有大量超阶魔金盒 智慧女神殿前 来往的天使终于多了起来 天界各个主神 都先后派人前来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 巍峨高大的宫殿上空 白衣天使翩翩飞舞 智慧主神殿中 一个优美动听 但却无比神圣庄严的声音 在大殿内回荡着 圣战天使还没有被召唤到天界 你们战神殿的主神 就要来抢夺了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神只是想 跪在神殿内的白衣天使 语音有些颤抖 在智慧女神的无上精神威压下 她感觉到了莫大的恐惧 与她一同跪在地上的几个女性天使 也不敢再出言 她们本也是为各自的主神 来争取圣战天使而来的 但看到智慧女神这个态度 她们都不敢再开口了 圣战天使号称 战力可以媲美主神的战斗者 是天界最强大的一族斗士 是所有主神愿意拉拢的对象 智慧女神那充满威严的话语 再次在神殿内响起 道 既然不是为争取圣战天使而来 那你们就退出去吧 告诉你们 各自的主神好好防范 天界有些人是不希望看到主神殿越来越强大的 是 众多天使齐声达到 而后余贯退出 遥远的战神殿 战神巨大的咆哮生命整片 神殿群落都在颤动 圣战天使一族在天使中号称战力第一 有媲美主神的实力 如今终于发现 一个战死的圣战天使觉醒 绝不能让他被其他神殿拉拢去 他只属于我们战神殿 光明神殿 现任光明主神透发者无上威严 道 圣战天使只能是我们光明神殿的斗士 生命女神的神殿内 一个轻柔的声音道 圣战天使真能上天界吗 很让人怀疑 对于圣战天使一世 各个神殿皆有着不同的反应 可见圣战天使之强大 引得多方关注 这一日 古老的召唤法阵 终于开始慢慢绽放出光芒 从智慧女神殿中运来的大量神兽金盒 被安置在了法阵的各个关键部位 召唤阵开始慢慢运转起来 一道道奇异的魔纹 慢慢浮现在空中 由于这是能够召唤主神 一级强力人物的超大型的法阵 所以 真正完全运转起来 将需要大量的时间 预计两个时辰之后 法阵将完全运转 到那时 智慧女神将清灵现场念动咒语 召唤圣战天使 可以预想 那必将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时刻 圣战天使将回归 其他主神即便不轻身献灵 恐怕也会派来强力手下关注 只是 任谁也没有想到 胆大包天的一人三神兽组合 已经来到了现场 陈南 痞子龙 小凤凰 龙宝宝 在远处的矮山上 注视着光芒越来越亮的古老法阵 正在等待最佳时机 敖屋 凭着本龙的对于阵法的理解 现在召唤阵所偷发出的能量 已经够大了 现在可以吹响冲锋的号角了 陈南对痞子龙的阵法造诣 还是比较相信的 闻言之后 跳上紫金神龙的脊背 大手一挥 道 冲 这当真是几个敢捅破天的家伙 或者说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在智慧女神还没有来临之际 他们展开了疯狂的行动 一人三神兽 无比兴奋地向着古老的召唤法阵冲去 第415章 玄弓再转 敖屋 太让龙兴奋了 子金神龙大呼小叫 哦呀呀 龙宝宝也开心地扑扔着一对金色的小龙翼 冲冲冲 小凤凰也无比兴奋 远处 盆地内的小天使们 吓坏了 哪有什么人敢打主神的注意啊 但是远处几个妖怪胆大包天 正在向这里冲来 顿时让那些让小天使们惊慌试错 智慧女神还没有降临 而召唤魔法阵前的天使 都是毫无战力 都是如同孩童般的小天使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几头神兽呢 看着张牙舞爪的几个妖魔 小天使们吓坏了 从来不用守护天使 寻查的智慧女神的神域 今天可谓迎来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外敌入侵 呀呼 龙宝宝显得无比兴奋 如一道电光一般冲到了镜前 一双金黄色的小拳头不断挥动 在喷喷声中 将那些发呆 吓傻的小天使都捶晕了过去 好强大的能量的波动啊 陈南跳下紫金神龙的脊背 站在盆地中 注视着眼前的古老法阵 此刻 巨型召唤阵光芒越来越盛 地上的一道道画刻的纹理 都在绽放着圣洁的光芒 同时在空中印出一道道神秘的魔纹 不过 陈南很快就从这座神秘的魔法阵上 转移了视线 远远望去 还不觉得这个山谷有何奇怪之处 但是 真正进来之后 陈南感应到了一股玄秘难测的力量 这多少令他有些不安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古怪 仔细观察后 他发觉到了脚下的地面 乃是坚硬的神石铺气而成 每一寸地面 似乎都画刻着神秘的图案 似乎这片区域 布满了神秘的魔法阵 当然 这片盆地中央地带的祭神台 最为引人注目 怎么看都像是祭祀先贤的处所 这可是天界啊 被神灵用来的祭拜的所在 不用过多猜想 也知道是一处圣地 不容亵渎 泥丘看好了没有 赶紧将灵力园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古怪 不可久留 听到陈南的话语后 老痞子打了个冷战 哦 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 原来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 这个法阵内所有的金河提供的灵力 最后都会聚到了 法阵中那个简单搭建起来的石台上 这在东方就是所谓的阵中无极土 在西方教法虽然不一样 但作用一样 现在 我们直接轰掉那个石台 你打开内天地 取而代之 法阵中那简单搭建起来的中央无极土 也就是西方所谓的祭台 果然在慢慢汇聚着庞大的灵力 这是整个法阵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所在 这只是一个召唤法阵 并非东土那些杀阵 所以破坏起来并没有任何危险 陈南打开了残破的内天地 定地神术像是有所感应 快速拔地而起 沉浮于陈南那天地的半空中 现在的那天地 除却定地神术外 早已经没有半分绿色 先前的植被 早已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入木式慢慢黄沙 即便是定的神术 也失去了往日的神光 碧绿的枝叶 虽然依然看起来很不凡 但总体来说 比以前显得暗淡了许多 痞子龙一个神龙大白尾 啪的一声 抽飞了召唤阵中的祭台 而站在紫金神龙背上的陈南 适时将那天地的入口处开大 笼罩了下去 定地神术 一阵剧烈颤动 爆发出一片绚烂的光芒 快速取代了祭台的位置 魔法阵中汇聚的灵力 如水波一般 快速向着那天的涌动而来 定地神术不断悬 开始疯狂吸纳庞大的灵力 这是一个让陈南心绪 无比激动的场面 亲眼目睹着定地神术 越来越闭催 这意味着 它离复原越来越近 浩浩荡荡的灵力 在定地神术 如无底洞般的吞噬下 不断向那天地当中涌进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喜欢这种 被灵力包围的感觉 小龙无比陶醉地 飞进了陈南的那天地 在定地神术的周围 不断飞来飞去 它开始了自己独特地修炼 吸纳着源源不断的庞大灵力 但凡神兽皆对灵力无比敏感 小凤凰也迫不及待地飞了进去 迷迷糊糊地 让灵气洗礼着自己的身体 当然 紫禁神龙更不会落后于人 他将陈南放进了法阵的正中央 而后也一头 冲进了内天地 一声长嚎 开始疯狂吸纳灵力 轰隆隆 整片盆地都在颤动 法阵中的强大灵力源 不断贯冲进陈南的内天地 定地神术已经吸收了足够的能量 一道道神光积涉而出 不断化开混沌 修补陈南满是创伤的内天地 那一道道空间大裂痕 在快速地消融 消失 浩荡出内天地的波动 令这片盆地都颤动了起来 当然 陈南的内天地 受创最为严重的一处 是天魔左手轰穿的混沌通道 在无尽的灵力耗尽后 那恐怖的裂口 终于渐渐愈合了 化归混沌 定地神术上的光彩又消失了 耗费灵力过剧 他又开始疯狂吸纳 不断涌动进来的灵气 哦 太强暴了 紫禁神龙大叫了起来 定地神术的进一步疯狂掠夺 让他只能吸收到少量灵气 根本没有刚才那样来的痛快 不过在这个半个时辰中 老痞子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那最为纯净的灵力 不断涌进他的身体 原本三十丈的紫禁龙蛆 现在已经暴涨到了五十丈 紫禁神龙的精神境界 足以达到七阶 他所欠缺的 乃最为纯粹的龙原力 只要有纯净的力量帮他补充 他便能够快速转化为龙原 恢复当年的功力 眼下他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 就像一个干涸的水库 终于得到了一条咆哮的大河冲罐一般 水位正在慢慢上移 当然 得到好处最大的还是陈南 定地神树的疯狂掠夺 远不是老痞子所能够比拟的 在花开混沌 修补完陈南的那天地后 定地神树光芒大盛 险下 他所吸纳的无尽的力量 都被他自己纳入了树体内 随着汹涌澎湃的灵力不断涌进 终于渐渐趋于眼下的饱和状态 而后无尽的灵气 经过他的转化 慢慢自他的枝叶扩散开来 以一种绿色的生命智能形态 在陈南的那天地中游离 最终漫漫黄沙地 竟然渐渐泛起了绿意 草色再次出现在陈南的那天地中 与此同时 陈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那近乎半废的身体 终于再次充满了力量 轰隆隆 定地神树自半空中降落而下 扎根茎的土壤中 在绿色神光越来越明亮中 整株树体拔高到了三十丈 一下子高大 繁胜了许多 显得更加的神意无比 神树虽然扎根进了土壤中 但疯狂掠夺灵气的知识 并没有丝毫改变 惹得紫禁神龙怨声载道 陈南虽然身体有伤 但眼下已经能够运转自己的力量了 他飞进自己的那天地 一种近乎道的本能 令他心中一片平静 他非常自然地盘腿 坐在了定地神树之下 就在这一瞬间 他和那天地合一 刹那陷入空灵之境 在这一刻 陈南仿佛穿越了宇宙洪荒 可谓刹那永恒 他仿佛在一瞬间 经历了亿万年的岁月 这是一种奇异的精神妙境 这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但却真真切切 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那天地一阵剧烈激荡 此刻定地神树 已经彻底垄断了灵力源 三头神兽 已经不能吸收掉分毫 汹涌澎湃的灵气 汇聚成一条灵力大河 奔腾咆哮 不断涌动进那天地中 被神树疯狂吸纳掉 轰隆隆 那天地边缘地带的混沌在破碎 整个小世界在变大 陈南的那天地在扩展 哦 天杀的 我的七戒梦啊 太强到了 紫禁神龙一阵干嚎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见证了开天辟地 龙宝宝眨动着一双大眼 奇异地看着这一切 小凤凰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后 开始犯困 变得迷迷糊糊了 轰 一道雷电自定地神树的树冠披落而下 打在了陈南的身上 金的三头神兽 立时叫了起来 不过 他们立刻又瞪圆了眼睛 由惊骇变成了惊讶 那是一道绿色的雷电 是蕴含着无尽生命智能的雷电 是定地神术转化而成的 最为纯净的本源力量 这并没有给陈南造成丝毫伤害 能量直接披入了他的体内 和他经脉中的力量融在了一起 紫禁神龙羡慕的都快流口水了 豪叫道 内天地和修炼者联为一体 如今内天地被扩展 这个小子明显也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真是让龙羡慕啊 不过 陈南并不好过 他的身体开始 剧烈颤动了起来 原本缭缭在体外的黑色魔气净脸 一道道金光字体内透发而出 早已经逆转的玄弓 竟然要正撞回来 陈南的浑身骨节 都在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 而后一股浩瀚如海般的力量 字体内透发而出 这股汪洋般的力量 直接溢出了他的内天地 在整片盆地内汹涌澎湃 轰 盆地内最中央的高大忌神台 直接被这股磅礴的力量 轰撞碎了第416章 砍了他们 此刻的陈南 已经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修为大劲 但是他却并不好受 玄弓强行正转 如同一个正在高速奔跑的猎马 被人生生勒住了缰绳一般 难受的令他险些吐血 只是正转回来的玄弓 默然再次改变 陈南的经脉如被刀剐一般 他正在遭受着莫大的苦楚 正转 逆转终究不能一步到位 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逆转的黑色力量 在被强行停下来后 刚刚转化为淡淡金色元气 但仅仅片刻后 逆转的力量又突然反噬 正反运转的力量 在经脉中对冲了起来 陈南体内的力量 如千众大浪一般 在不断咆哮 在今 黑两色力量剧烈冲击下 隐约之间 他的体内竟然传出了 骇人的电闪雷鸣之音 经得一旁的三头神兽 目瞪口呆 轰隆隆 陈南体内的雷鸣之声 越来越大 金色与黑色的光芒 透发出他的体表 一道道闪电 不断在他的周围舞动 同时定地神术 涌动出的生命之能 源源不断地 自陈南的头顶 冲灌进去 哦 低神啊 迷迷糊糊的小凤凰 发出了惊叹 老痞子也露出 不可思议的神色 道 什么古怪的心法 居然体内发出雷电之音 好奇的龙宝宝 晃晃悠悠地 围绕着陈南飞来飞去 越来越激烈 虽然金色力量 逐渐占据了上风 但却似乎远远 没有稳定下来的迹象 陈南感觉浑身上下 仿佛碎裂了一般 每一寸骨骼与肌肉 都在被本源里拉扯着 他知道 这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眼下虽然痛苦 但这却是在脱胎换骨 忍过去就将海阔天空 熬不过去 必将跌入无边地狱 只是 眼下太不合时宜了 这乃是智慧女神的神域 召唤魔法阵已经不好 他们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将这一切都破坏了 如果不能尽快离开这里 他们必将 死无葬身之地 扑 陈南喷出了一口鲜血 但却睁开了眼睛 强行站立而起 他对三头神兽道 快 我们离开这里 否则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金黑两色光芒 充盈在陈南的体外 明灭不定 而他所透发出的力量 也忽强忽弱 一会如汪洋大海一般澎湃而出 一会又风平浪静 无波无澜 三头神兽当然清楚眼前的趋势 闻言之后 立刻飞离出了他的那天地 就连骷髅头古斯 也在远处的混沌地带 大声地喊着 快逃走吧 我们简直捅破天了 此刻召唤阵的内会级的灵力 差不多已经被定地神术 强行掠夺完毕了 魔法阵渐渐暗淡了下去 不过 飞出那天地的陈南 并不想就此离去 他冲着三头神兽 道 你们三个尽全力 轰击这个古怪的召唤阵 将它回去 紫禁神龙二话不说 一个神龙大白尾 狠狠地抽在魔法阵中 随着轰隆隆的响声 神石漫天击射 这个传承下来的古老法阵 被紫禁神龙给破坏掉了 一股神秘的力量波动 在这块盆地内浩荡了起来 令陈南与三头神兽心神不宁 快走 这个鬼地方非常邪闷 再说这些话时 陈南将地上那二十几个 昏迷不醒的小天使 全部席卷进了那天地 杀人灭口 他觉得有些残忍 但线下绝不能留下这些小东西 免得到时候指认它们 一人 三神兽快速朝着远方飞去 轰 盆地猛烈地晃动了起来 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出现在盆地的边缘地带 二十四尊巨大的神石雕像 缓慢地浮出了地表 环绕在盆地的周围 透发出一个古朴沧桑的气息 像是二十四尊远古卫士一般 守护在这里 智慧女神殿的大殿 一阵剧烈颤动 向来从容镇定无比的智慧女神发怒了 大殿内传出了他纷纷闷的声音 究竟是谁出现在了寄神台附近 真是胆大包天 宏伟的战神殿 再次传出了战神那巨大的咆哮声 该死的 什么人在捣乱 光明神殿中光明神那平和的声音 也显得有些惊讶 他立刻派出了天使前去观看 陈南才飞行出去半里地 就感觉有些不妙 目前他的身体 正处于洗经荡脉阶段 称得上一次脱胎换骨般的涅槃 眼下实在不宜行动 紫禁神龙二话不说 将陈南背到了身上 不过就在这时 远空三道人影正在快速接近 如风驰电掣一般 在空中留下三道流光 此刻的陈南虽然行动不变 但身体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眼神比往日更加犀利 他看到三个天使正在快速破镜 居然是两个四一天使和一个六一天使 紫禁神龙也看到了三个天使 长嚎道 敖屋龙大爷虽然修为大镜 但是毕竟 还没有恢复到七阶之身啊 居然有一个六一天使 绝对的七阶啊 怎么收拾啊 龙宝宝用金黄色的小爪子比划着 道 是从智慧女神的神殿 那个方向飞过来的 这个女神肯定感应到召唤阵出事了 还好他没有亲自来 怎么办呀 面对敌人 小凤凰难得的没有露出距影 是啊 怎么办 情况有些棘手 老痞子问道 陈南已经进入了那天地 入口处只于下一道缝隙 附在紫金神龙的背上 什么怎么办 直接砍掉 陈南沉生道 对啊 小子你就这样隐藏着 关键时刻给他们来一下 偷袭是本龙的最爱 现在你来执行吧 紫金神龙黑黑笑了起来 陈南没有音声 他在细心地体会着 这次近乎涅槃般的变化 被发现行踪后 几个家伙胆大包天 准备速战速决 解决掉三个天使 三个天使当真快如闪电一般冲了过来 他们大声地喝喊着 站住 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敢在智慧女神的神域中作乱 快快给我停下来 去接受智慧女神的财法 另三个天使诧异的是 三头神兽居然真的停了下来 而且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紫金神龙狂吼着 舞动着庞大的龙蛆 龙宝宝也显现出了本体 挥动着巨大的金色神龙翼 小凤凰也勇敢地搅动 起满天的神火 俯冲而来 这 几个天使有些发呆 他们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天使 对于各种神兽支支甚深 但东方的神龙与凤凰 即便是在天界 似乎也快销声匿迹了 他们没有想到 一下子碰到了三只 你们是奉东土某些人的命令来破坏的吗 肯定是东土的人 不愿意看到 我们的圣战天使回归 紫金神龙他们三个家伙 根本不理三个天使的猜疑 上来就下了杀手 凶猛地扑击了上去 当然 三个家伙只是扑击 像两个四亿天使而已 皆躲避过了那个六亿天使 三个天使没有想到 几头神兽如此猖狂 居然掉头攻击 三个天使躲避过他们的冲击后 准备反攻 正在这个时候 紫金神龙 龙宝宝 小凤凰 迂回俯冲了过来 罪人 我代表智慧女神审判你们 六亿天使率先冲上前去 两个四亿天使紧紧相随 不过 就在刹那间 一道无比璀璨的刀器冲天而起 照亮了整片天空 一道三十丈长刀芒横贯长空 汹涌澎湃的力量 在空中浩浩荡荡 这一刀之威 直接将六亿天使 劈成了两段 血雨分洒 洁白的羽毛漫天飞扬 两个四亿天使顿时吓猛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近前的虚空突然破碎 一个强大的敌手 居然凭空出现 一刀将他们的顶头上死 六亿天使腰斩 哦 这个混账小子修为大劲 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居然一刀 就砍了一个六亿天使 与此同时 陈南彻底冲出了内天地 虽然行动不便 但方才 他还是竭尽全力 劈出了一刀 刀芒脸去 他手中显现出一把 灿灿长刀 竟然是那昔日的死亡魔刀 不过现在 他已经没有了死亡气息 此刻他透发着一股神圣的力量 再次举刀 长刀向天 斩 一声大喝 灿灿长刀狂劈了出去 两个四亿天使脸色惨败 六亿天使虽然是大意之下被劈的 但想来 他们两个四亿天使就是尽全力 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接下这一刀 不过 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一刀 不过批出五六丈的刀芒而已 威力大大 不如刚才那一刀 陈南脸色一变 现在他实在不宜动手 恰逢玄弓正反逆转的一次激烈变换 结果这一刀并没有显微 不过 他反应迅速 快速张大了内天地的出口 一下子将两个天使遮拢了进去 此刻 紫金神龙 与龙宝宝他们 再次化为迷你状态 陈南伏在了紫金神龙的背上 道 快走 如果真的惊动了主神级的存在 我们将无所遁形 不过 就在这时 远空中已经传来了阵阵喊声 隐约间可以看见远空密密麻麻 似乎一群天使大军 在快速逼来 第417章 一个召唤阵引发的重大血案 天啊 陈南一阵头大 竟然惊动了这么多的天使 他大喝道 快走 趁他们还看不清我们的样子 小凤凰直接被陈南抱在了怀中 紫金神龙和龙宝宝一声嘀笑 载着一龙 一缝 风驰电掣一般飞去 在这世间 神龙的速度 几乎代表了极致 两头龙全力飞行 即便是有羽翼的天使 也望尘莫及 那密密麻麻的天使大军 很快被甩得消失不见了 当然并不是说 两个家伙甩掉了所有追赶者 其中 六亿天使中的强者 不是那么好摆脱的 虽然距离越拉越遥远 但还是可以看到 十几个天使在后面紧紧相随 哦 太让龙兴奋了 刚上天界不久 我们就弄出了如此大的声势 真是让龙回味无穷啊 哈哈 等龙大爷儿孙满堂的时候 也有吹嘘的资本了 天界算个屁 老龙我照样单挑一大堆 少吹牛 快丢飞 陈南狠狠地在他的头上敲了一击 龙宝宝小声嘟囔道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们的逃跑的方向不对 有些偏难了 应该往东飞 陈南会议地笑了起来 道 小滑头说得对 我们一路向东 紫禁神龙如千年老妖出世一般 刚毫了起来 嘎嘎 这实在是位东西方天误会啊 如果不小心引起东西方天界大战 我们可能会成为历史名人 在后面追赶的天使们 看到他们变换方向后 反应不一 该死的 他们逃往东方天界那个方向去了 不会真是东边来的人吧 可恶 居然胆大包天 破坏了召唤大阵 生命女神大发雷霆 如果我们不能捉拿到几个罪人 必将受到惩罚 卑鄙的东土天界 居然敢如此嚣张 几个六仪天使不停地咒骂着 眼看着敌人越逃越远 他们暗暗心急不已 哈哈 龙大爷一回头 天崩地裂水倒流 龙大爷二回头 飞沙走尸鬼见仇 龙大爷三回头 紫禁神龙兴奋地又豪唱了起来 几个家伙一点也不紧张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 闯了大祸 不好 难免也强大的敌手出现了 陈南惊道 而后又赶紧催促紫禁神龙向东飞行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北面也来了几个天使 陈南怀中的小凤凰也惊呼道 偶迪的神啊 好多人啊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天使的影子 天界各个神殿的主神都已经得知 召唤阵被人恶意破坏掉了 各个主神碍于身份 不可能离开神殿 但都打发出了一些天使 前来探查情况 顺便帮助智慧女神殿的人 缉拿破坏者 除却东方外 其他三个方位都出现了天使的影子 还好 主神没有露面 还好 我们逃得够快 陈南抹了把冷汗 两头神龙急速飞行 恰好脱离在包围圈之外 如果被围起来 后果显而易见 不能逃了 等甩掉他们的影子后 我们立刻躲起来 听到陈南的传音 紫金神龙和龙宝宝开始拼命提速 就这样飞出去数十里后 终于看不到后面的追兵了 两条龙一头扎进了下方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中 而后陈南又快速打开了那天地 一人三神兽立刻冲了进去 直至关闭那天地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陈南料想 那些追兵中 强大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准确捕捉到他的那天地所在位置 只要不是在那些天使眼前消失的 他们应该很难感应到他的那天地 上天时再太眷顾陈南他们了 西方天界密密麻麻的天使大军一路向东 刚刚超过陈南他们隐身的群山所在地 就看到了东方天际 有几条身影出现在视线中 那些人看到大量天使一路东来 街乡故失色 快速向东逃去 该死的 这次我终于看清了 确实是东途的人 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 居然有诗 可恶 追 杀 领头的几个实力强大的六亿天使 气得眼睛都红了 开始只是猜测是东方天界的人而已 现在没有想到 真的被证实了 在他们看来 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可怜的东方天界某位强势人物 他确实想在西方天界 召唤圣战天使上界时 在西方搞出一些事情 但是 事情完全出乎了他意料 有人比他更加胆大十倍 大摇大摆地利用了生命女神的召唤阵 而后又无比嚣张地冲了出来 而且 更加让东方某位人物郁闷的是 他所派出的人 遇上了那些圣怒的天使 恰好成为了替罪羊 这简直就像事先演练过一般完美 完美地让东土某位强势人物 事后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后 掀翻了十二张桌子 郁闷的三天未说话 天使当中 有些真的让人设服 几个六亿天使 最先追上一位落后的东土修者 这个东方修者 似乎有些背景 前方的几人见他被围 竟然又都再次掉转回 想要将他救走 刹那间 十位东方修者 快速被包围了 愤怒的天使们纷纷出手 在他们看来 现在已经无话可说 不如直接动手 而心怀鬼胎的十位东方修者 以为此行的目的 不小心被人透露了出去 因此 他们也不加解释 纷纷出手对敌 顿时 激烈的混战瞬间爆发 高空之上光滑闪烁 东方天界的修者人数虽少 但各个实力高深 放在人间界 都是神仙 都是七阶的人物 而西方天界天使大军 虽然人数众多 但大多数都是四亿天使而已 一上来 就被那如痞恋般的飞剑 斩落下去十几人 这简直 让这些天使愤恨到了极点 在六亿天使的带领下 狂猛地攻击起来 高空之上血雨分洒 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不断有天使坠落 当然也有东方天界的修者 燃血而落 这是一场惨烈的大战 东方天界的某位强势人物 派来的识人 注定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因为对方修为不下于他们的六亿天使数量 比他们多 加上大量的四亿天使 这简直是在猎杀 不过 在十位东方天界的修者的拼命反击下 天使大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高空之上 剑气纵横激荡 一道道如长虹般的飞剑 不断在四亿天使中杀进杀出 每一道匹链必然会动穿一位天使的胸膛 捆受死搏 许多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天使 都被吓傻了 原本飘逸出城的东土修者 现在一个个都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肠子都流出来了 伤者看都不看 直接又塞了回去 而后继续驾驭飞剑 狂批竖斩 一个东方天界的修者 四肢都被斩掉了 但硬是破碎原因 暴体王 拉上了两个六亿天使陪葬 此刻 几个罪魁祸正 躲在陈南的那天地中 两个四亿天使 已经让陈南动用神山压在了下面 二十几个小天使 没有丝毫力量 非常的柔弱 他们的行动倒是不受限制 这些小家伙已经度过了恐惧的时光 此刻正好奇地 在陈南的那天地中飞来飞去 更有好奇者 围绕着同样伸着翅膀的龙宝宝 与小凤凰来回飞舞 对于这帮小家伙 陈南不可能起杀星 但他也不可能将它们放去出 此刻陈南已经度过了 那刮骨般的难熬时刻 现在玄弓彻底正向运转 稍微一运转玄弓 灿灿金光 就会透体而出 整个人多了一股威严神圣的气息 这一次他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 虽然被稀土图腾险些废掉 但这一次 经近乎涅槃式的洗礼 他的修为大幅提升 体内那磅礴的力量 真如滔滔大河一般 奔腾不息 稍一韵力 就会透发出如汪洋般的能量波动 哦 可怜我的七阶梦又破碎了 原本我以为我能够重归七阶领域呢 你这天杀的小子 还有那该死的破数 坏了龙大爷的大事情啊 嗯 上了天见 离大仇人越来越近了 可我的实力 紫禁神龙开始时 还如玩笑般说笑 但最后 话语真的有些低沉了 对于紫禁神龙的大仇人 到底是谁 陈南一直没问 但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来看 必然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陈南道 不用郁闷 我的修为精进了不少 可以帮你大忙 不过在天界这个高手众多的地方 光凭武力是不行的 想要报仇 可以有许多办法 我们有的是时间 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是的 到了天界后 陈南有许多事情要去做 他要找到他父亲的踪迹 他要探寻万年来的一些隐秘 他还要寻找那两个 在他生命中 留下重要印记的女子的踪迹 西方天使与东方修者的大战 尘埃落定 空中血雾弥漫 片片血雨慢慢飘落 这是令众多天使 无比愤懑的惨烈结果 十个东方天界的修者 虽然各个惨死 但也让数十名四亿天使丧生 七名六亿天使毁灭 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我们如实地去反应给主神 一定要让东方天界的人受到惩罚 是他们挑起纷争的 是他们想挑起东西方大战 这件事情 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惜东西方大战 愤怒的天使们越说情绪越激动 最后所有人都呐喊了起来 一个召唤阵引发的重大血案 将越演越烈 天界动荡不安起来 第418章 圣洁的女神 天界 在人间界云云众生眼中是 无比神圣的所在 充满了种种神秘的光环 在世人眼中 那里是绝对的净土 是无忧无误的圣进天堂 但是 在人世间最顶峰者的眼中 天界并没有那么美好 隐匿在人间家 不愿上天界的绝代强者 他们对天界的观感 与世人大不相同 这些人有上天界的实力 但当他们在五魄虚空时 却又选择留在了在人间界 甚至有人曾经进入天界 而后又再次回归了人间 比如说 稀土的霸主上古神龙昆德 因为在他眼中天界不过如此 甚至给他一股 远不如人间界安全的感觉 真实的天界 敌的确却景色秀美 山川河流草原湖泊 比之人间接要美上无数倍 确实符合仙境之称 但是 这样的天堂 同样充满了杀戮 神魔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 将是异常惨烈的大战 修为强盗他们那种程度 大战的波及面将无比广阔 如果是在西方天界 两个主神之间的大战 随时有可能会引入第三方参战 而所谓的正义主神 与邪恶魔神大战时 更可能会引发正邪两大阵营大对决 在东方同样如此 各大势力间的仙人对决 波及面同样广大 哪一个势力 不是精英万载的大派 如果涉及到一方仙尊 神主 那就更加惨烈了 在世人眼中 天界的仙神身上 缭绕着神圣的光环 但天界的现实 却是无比惨烈的 争斗 杀戮 不仅仅是存在人间界 天界易如是 世人口中的仙人 先锋道骨 飘逸出尘 不沾染俗念 可以称为最大的谎言 无论是神 是魔 还是先都有欲念 都如同凡人一般 有着七情六欲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无欲无求 那便不是有智慧的生命了 那不过是一宗化石而已 不过 所谓的仙神魔是神圣的 是高人一等的 他们要极力在世人眼中 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 让凡俗戒来仰视他们 神魔仙尖时常会爆发一些战斗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局部战斗 不过 尽管天界的杀戮之战更为惨烈 但是神魔仙们 还是在极力回避着大级别的圣战 比如 东西方大战 东西方天界 不是没有爆发过神战 每一次都会失衡遍野 死伤无数 这是东西方都不愿发生的惨事 最近一次的东西方大战 已经过去五千多年了 数千年来 双方都在极力地改善关系 避免再次爆发战争 说来 东西方天界 现在已经非常融洽了 自由交流 互自进入对方的领域 不再受限制 已经是一派平和的景象 然而 一个召唤阵引发的重大血案 让缓和多年的东西方天界 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几日来 消息漫天飞 谣言不断 有传言 这次血案不过是一个借口 是东方天界故意如此 他们想大举进攻西方天界了 还有传言 西方的魔神想进攻西方各个主神殿 东方死难的十位仙人 不过是魔神计策中的一环而已 他们想拉东方部分势力进来 从而让西方各个主神殿大乱阵脚 天界风起云涌 谣言满天飞 无数人都相信 不管是谁做的套 但这都不过 是一个想将进行战斗的影子而已 由一个召唤阵引发的血案 人们联想到了 过去那个臭名昭著的一个馒头 引发的血案 想要战争 一个馒头就足够了 又何论一个大型召唤呢 许多人都猜想 天界将大乱了 陈南投大如斗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这小小的凡人 刚从人间界上来 无意间保命之举 竟然惹出如此大的风波 哦 光明大神棍 可以下地狱去了 龙宝宝眨动着大眼惊叹道 我们的小打小闹 竟然和那一个馒头 引发的血案相提并论了 天哪 难道我们 无意间吹响了 天界战争的号角 嗷呜 此经神龙一声长嚎 哦 龙大爷真是生得伟大 活得光荣啊 抬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漫天神魔仙围绕我转 龙大爷才是 真真正正的布局者啊 那些傻鸟神灵 被我小小折腾 一下就要开战了 如果龙大爷给他们 来个大闹天界 还指不定会乱成什么样子呢 嗷呜 哈哈 本龙实在是太高兴了 反正有的是时间 以后一定搅闹一番 让这些虚伪的神灵露出本来面目 陈南几人已经飞出了大山 从天界子民的口中 了解到了十个仙人 与天使火拼的消息 替罪羊的出现 让他们彻底安全了 现在几个几个家伙 正在一座城市的酒楼中用餐 不错 这里是一座人类的城市 而非仙人的宫殿 也非主神的神殿 这是出乎陈南与紫禁神龙 他们意料的事情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所谓的天界 竟然有普普通通的凡人 而且人口众多 在他们的认知中 天界所有人都实力强大 如果出现三四阶的人 那绝对是一个笑话 今天 他们真的笑了 天界竟然有着大量的凡人 所谓的天使和仙人 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 他们从这些凡人口中了解到 上次追杀他们的那些 铺天盖地的天使 并非仅仅出自智慧女神的神殿 而是几个主神殿 临时共同派出的人马 原来天界是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 这里到处都是六七街的高手呢 还以为智慧女神随便一个口谕 就调动了一个庞大的天使军团呢 得知这一切后 陈南心中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冰糖葫芦 羊肉串 走在大街上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听着不绝于耳的叫买叫卖声 特别是看到 几个东方人 在西方的这座城市 叫卖东土特色食品时 陈南再也忍不住 他狂笑了起来 这实在太滑稽了 堂堂西土天界 竟然是这个样子 人间界的冰糖葫芦 羊肉串 都卖到了这里 给他的感觉就像是 在金碧辉煌的雄伟大殿中 进行旧货买卖一般 是如此的不协调 是如此的怪异 子经神龙也一阵怪笑 道 据说战神殿离这里并不远 真没有想到啊 战神殿附近 竟然如此热闹 是不是其他主神 也这样喜欢热闹呢 嘘 小声点 说不定战神正在附近逛街呢 龙宝宝也笑了起来 对于一人三神兽 城内的人并没有露出 奇怪或惊慌的神色 毕竟这里是天界 实力强大的妖怪或魔兽 常出没于人类的城市 对此人们都习以为常了 出了城之后 老痞子道 这里是战神的神域 要不我们去战神殿转悠转悠 咚 陈南直接狠狠地敲了他一击 道 你真把把这里当成卖菜的市场了 还想进战神殿 去转悠转悠 现在还不知道我那大仇人在哪 当然要到处转转 既然来到了战神的堂口 怎么能够错过呢 紫禁神龙一副皮皮气气的样子 道 我正在想 不如我们摸清天界的势力划分后 我们也站个山头 弄个神殿 自封为神 招点信徒 抢夺一下天界资源 哦 我喜欢 龙宝宝这个小神棍 顿时眉飞色舞起来 就在这时 城内忽然一阵大乱 喧嚣不堪 隐约间可以听清 这是女神给予我们的负责呀 生命女神 天哪 这是生命之雨 赞美女神从我们的城市路过 女神万岁 只见 陈南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上空 漫天的花瓣在飞舞 一场花雨在纷纷扬扬 虽然相隔着还有一段距离 但陈南他们已经 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花香 好香啊 小凤凰露出一副迷醉的神态 在陈南的肩头摆来摆去 仰望着高空 花雨越来越近 漫天飞舞的花瓣 已经飘了过来 五颜六色 光灿灿 亮晶晶 心香迎面而至 八名有着洁白羽衣的女性天使 翩翩飞舞 在花雨中开路 每一名天使 都具有清澄清国的绝力容颜 金色的长发 碧蓝的眸子 如雪的肌肤 随风飘舞的雪白衣衫 当真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圣洁之美 在他们的身后 花雨纷飞中 四匹如玉般的独角兽 正拉着一个完全由汉白玉 雕筑而成的马车 在踏空而行 在玉车的后面 依然是八名圣洁的女性天使 她们轻轻地飘舞着 这一对瑰丽的队伍 就这样 从陈南他们头顶飞舞而过 龙宝宝满眼都是小猩猩 嘟囔道 这个女神真的好圣洁啊 小凤凰也好不到哪里去 满脸迷醉 轻声道 我将来也一定会这样的 陈南像是如梦方形一般 道 刚才飞过去的是生命女神 当然 紫禁神龙一副暧昧的样子 道 小子 不会想打歪主意啊 不过 我劝你 还是收收邪念吧 追 陈南只说了一个字 而后腾空而起 向着花雨纷飞的御车追了下去 第419章 无情 但台在天界 御马车之后的八名白衣天使 很快发现了快速追来的陈南 顿时喝道 大胆 什么人竟敢鬼鬼祟祟的 尾随生命女神殿下 赞美生命女神 生命女神神光永照事件 陈南如神棍一般 随口赞美而出 四匹独角兽停了下来 白玉车静静地浮于虚空中 前后共16名白衣天使 环绕在御车周围 漫天的花瓣依然纷纷扬扬 亲人心皮的花香让人陶醉 在下方那片碧翠的青山衬托下 空中生命女神异行人 更加显得超尘脱俗 陈南踏空而行 快速来到了境前 紫禁神龙 小凤凰 龙宝宝 也很快追了上来 东方修者 一个白衣天使 眼中闪现出一道亚异之色 而后冷声道 血案刚刚过去几天 身在西方天界的东方修者 都异常低调 你却敢如此无力地冲撞主神 你们好大的胆子 智慧女神的光芒 与日月同辉 赞美智慧女神 请原谅我的鲁莽 首先请让我少一下 我叫陈南 之所以追随生命女神的行踪 一是对女神万分敬仰 二是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想要向女神请教 我想 高贵仁慈的主神殿下 一定会答应我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一个轻柔的声音 自御车中传出 顿时让人如沐春风 一点也没有想象中的主神威严气息 那些天使都静了下来 我想请问 尊敬的主神殿下 您是否曾经救过一个 名叫雨昕的女子 御车中的生命女神还会说话 环绕在独角兽马车外的天使们 便纷纷开口了 伟大而仁慈的女神 每年都会救助无数生灵 女神陛下 怎么可能会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呢 女神洒下仁慈之光时 从不过问救助者的姓名 陈南很平静 不过却对生命女神 多了一丝敬意 道 那个叫雨昕的女子 是被仁慈的女神 救助的 殿下还记得吗 天使们脸上献出了怒意 而这十一车中 再次传出了生命女神的轻柔话语 我愿意救助更多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人间界 天界有天界的规定 神灵是不能随便下界的 我想你记错了 啊 怎么会是这样子 陈南一下子愣住了 这和他在人间界得到的信息 完全不符 他喃喃自语道 精灵异族的人明明说过 五千年前生命女神 曾经亲手栽下一株生命之树 与精灵部落 这一切都不过 是为了救助一个女子 什么 玉车中的生命女神 似乎有些惊讶 道 你是说五千年前生命女神 下界救助过一个名叫雨昕的女子 是的 陈南肯定地回答道 这时候 就是环绕在玉车周围的那些天使 都动容了 他们露出古怪的神色 看着陈南 这有什么不对吗 陈南疑惑地看着他们 这位修士 可以请你随我回神殿一趟好吗 我想详细了解其中的经过 玉车中的生命女神 话语很客气 向陈南邀请道 非常愿意 赞美人词高贵的女神 入乡随俗 陈南尽管觉得有些绕口 不过也不得不如龙宝宝那般 将一些赞美之词挂在口头 独角兽继续踏空而行 陈南和三头神兽 在后紧紧跟随 龙宝宝眨动着大眼 小声嘀咕道 生命女神在上 我观察了好长时间 怎么还有看到这漫天的花瓣 是怎么出现的 奇怪啊 在后面飞行的几名天使 看到他这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扑斥笑了起来 道 好可爱的小龙啊 具有东方血脉的神龙 已经异常罕见了 没想到 还能碰到更加罕见的神灵龙 小家伙 这些花瓣乃是女神的生命力所化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花瓣 紫金神龙一双龙眼 顿时瞪圆了 马屁花立刻拍了上去 道 生命女神真是太仁慈善良了 用自己生命力 给予世间万物生灵 我简直是我辈 不 是神辈之典范啊 不过 如果能够普度给老龙我一些 那就更加的伟大了 天界异常广阔 比之人间界要大上数倍 不过各个主神殿间 距离都不是很遥远 各个神域组成了西方的大神域 飞出去几百里 终于来到了生命女神的神殿 这里不似智慧主神殿那般恢弘 虽然神殿建筑群连成一大片 不过其间的植被更多 给人的感觉导向是 生机盎然的各种花草植被 将神殿分割了成众多部分 少了一分威严 多了一分清新自然 不过 正中那略微高大的古老神殿 还是让人感觉到了一丝 无比神圣的气息 此刻生命女神 已经坐在了 这座古老神殿的正中央 陈南和三头神兽 已经看清了她的真实容貌 金黄色的长发 海蓝色的眸子 雪白的衣衫 生命女神算不得 清城清国的绝代佳人 甚至还没有她 站立在她旁边的一些天使漂亮 但是她的气质 是任何一个天使 都无法比拟的 清新自然 灵气异于本心 虽非国色天香 但那独一无二的气质 还是让人会在万千女子中 一眼看出她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中天的灵秀 于一身的女子 她是灵 慧 杰的化身 和她的生命女神 称号万分相符 在听完陈南的简要叙述后 生命女神 一时露出了沉思之态 第一次进入天界主神的神殿 这令龙宝宝与小凤凰 无比好奇 两个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 在神殿中 晃晃悠悠飞来飞去 打量着这个 在世人眼中至高神圣的所在 陈南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 既然已经上了天界 应该会有许多机会 找到过去的蛛丝马迹 即便在生命女神这里 一无所获 也没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生命女神才开口道 我方才所说的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人间界 至于你说的那个生命女神 我想 也许是失踪的上一任主神吧 什么 上一任主神 难道天界的主神 更换很频繁吗 陈南大吃一惊 不是 只有上一代主神发生意外 才会有新的继承者传承神位 生命女神道 五千年前 上一代生命女神突然失踪了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继承了神位 什么 恰好在那个时候失踪了 陈南吃惊不已 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生命女神 在人间界 遇到了不测 似乎人世间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时 生命女神的另一段话 让原本有些吃惊的陈南 更加震惊了 雨昕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似乎 东方天界 无情仙子的名字叫雨昕 陈南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离开了座位 看到她无比失态的样子 生命女神说道 你说的雨昕 不可能是她吧 她一直在天界 怎么可能会受伤呢 又有谁伤到了她呢 陈南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耳中嗡嗡作响 在这一刻 她的心绪剧烈波动 再难保持平静 无比紧张地问道 请告诉我 无情仙子的详细情况 在东方天界 父母为仙神 依靠父母的血缘关系 在天界出生时 就为神灵的人 被称为神 而由人间界破碎虚空 升入到天界的神灵 被称为仙 修炼到一定程度 两者熟弱熟强 是不好比较的 无情仙子 便是万年前破碎虚空 进入天界的一个仙子 传说她具有 灌绝东方天界的美貌 传说她法力通天 传说她是一方 仙尊诞台仙子的 亲生妹妹 传说 这是一个迷样的女子 她在天界自华一地 被称为无情界 从不允许外人 进入无情界半部 初始时 不知道有多少仙神不服 但当无数仙神 陨落在无情界后 那里成了一处境地 再也没人敢冒犯 无情仙子非常低调 她只静静地 在无情界中默默修炼 从不参与天界的任何圣会 以至于人们 在提到无情仙子时 总是有一种遗忘的感觉 不过一旦醒过神来 又会立刻想到她的无情 美艳 神秘 怎么可能 陈南简直有些 不敢相信生命女神所说的话 但是他从对方的话语中发觉 这一切似乎是真的 怎么会在天界呢 那人间界的 又算怎么回事呢 他为什么号称无情呢 对了 陈南吃惊地望着生命女神 道 你说 她是淡台仙子的亲生妹妹 所谓的淡台仙子 难道是淡台仙 天界一方至尊淡台仙子 当然是指淡台仙 不过 她与无情仙子 是否为亲姐妹 就很难说了 毕竟那些都是传言 淡台你果然了得啊 竟然真的成为一方至尊 陈南无不感慨地探导 第420章 败露 生命女神 的确如世间传说那般仁慈 善良 陈南并没有在她身上 感受到想象中的主神威压 和这个被世人传送的主神 交谈了很长时间 她了解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淡台仙果然如陈南所料那样 其精彩绝艳亦如往昔 万年前 她神秘崛起于人间界 万年后 她如璀璨的星辰一般 照亮东方天界 绝代的容颜 超凡的手段 通天的修为 让淡台仙无可争议地 成为天界一方至尊 淡台仙门下弟子广多 不谈其本身旷古绝境的修为 单其门下那庞大的势力 也让天界各方神主 为之忌讳 让陈南深感意外的是 天界的雨昕 怎么成了淡台仙的妹妹呢 这里到底有着怎样的隐秘呢 万年前的雨昕 是那样的纯洁善良 对于人间界的种种繁俗礼节 都不甚明了 她的纯真如天山之巅 最为精英的白雪一般 而现在她 怎么会变成无情仙子了呢 化地而居 仙神止步 无情界内允神灵 性格差异变化如此之大 让陈南难以相信 关于陈湛的消息 如陈南所料那般 天界无闻 陈南没有从生命女神那里 得到一点消息 现在 陈南真的 不知道她的父母 有着怎样的际遇 以陈湛当年的大神通 经过万载修炼 理应威震天界才对 难道说她根本 就未进入过天界 陈湛曾经说过 进入天界 远非想象中那样美好 陈南想起了这些话 不禁摇了摇头 她不再去做无用的猜想 由神木而生 由神木而活 这可以说是 困扰陈南的最大谜题 当他以为 进入天界这个问题 会迎刃而解时 再次遇到了意外 即便是天界 西方主神之一的生命女神 也本根本不知道 神木的来历 这对于天界众神来说 也是一重大谜题 神木由谁而见 为何成于人间界 根本无人知晓 活着的众神只知道 神木中埋葬的 多半都是万年前的 天界强者 万年前天界众神陨落 那是一个灰暗的年代 是一个众神哭泣的时代 所有上位者全部陨落 这是一个永远笼罩 在众神心间的阴影 没有人知道 这一悲惨事件 会否会再次发生 听到这一则消息 陈南一阵无语 现在天界的众神 都是万年来成长起来的 按照生命女神所说 似乎只有一些传说中 逃过万年前 那一大劫难的神灵 才有可能知道 过去的真相 但要想找到那些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 远古神灵 谈何容易 如果说天界诸神 如果一点猜测 不到过去的陨神灾难 陈南不相信 不过这等天大的事情 众神也只能在心里 猜测一番罢了 恐怕即便有人推测出真相 也不敢大肆宣扬出来 陈南的思维有些混乱 想着种种谜题 但却理不清思路 这时 龙宝宝和小凤凰 一点也不认生 居然一左一右 晃晃悠悠 飞到了生命女神的左右肩头 这让神殿内的几名天使 无不秀没怒力 不过为等他们呵斥 生命女神便摆了摆手 制止了他们 光明大神棍 哦不 生命女神在我身边 赞美生命女神 小龙一双大眼眨啊眨 小生嘟囔道 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居然和生命女神如此之近 在世间被人摩拜的主神 居然再就在我眼前 我与女神同在 小凤凰也满眼的小猩猩 点头道 我站在了传说中的主神尖头 哦低神啊 我很陶醉 生命女神微笑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两个小家伙 而后伸开双手 口中轻轻念叨 生命里赞 两道圣洁的光辉 自她双手透发而出 冲进了龙宝宝和小凤凰的体内 女神的祝福 旁边的一个天使惊呼道 满脸羡慕之色 紫金神龙一双龙眼拖了起来 快速上前挤不到 赞美生命女神 我也要与女神同在 神殿内的几个天使 立刻对痞子龙怒目而视 不过生命女神只是笑了笑 抬手打出了一道光辉 也为紫金神龙祭出了一道生命里赞 赞美生命女神 请问女神殿下 上一任女神失踪时 神殿中难道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吗 陈南发觉 不能够得到众神陨落的任何信息 便开始着手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在去东方之前 她想弄明白凡间雨昕的秘密 她有些不相信 东方天界那个雨昕 真是万年前的雨昕 哼 上代女神被雷神陷害了 一个天使咬牙切齿出声道 住嘴 生命女神脸色骤变 喝道 没有任何证据的事情 不要乱说 柔弱圣洁的女神 此时透发出一股 让人设服的威严气息 神殿内的几个天使 顿时战战兢兢 再不敢随便说话 很容易看出 这件事别有蹊跷 上一任生命女神失踪之事 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显然 生命女神神殿内的这些天使 都知道一些线索 但 这毕竟是能够引起 两个主神殿间大战的事件 这一任生命女神 陷出于种种考虑 现在还不愿意 事情发展到过激的程度 正在陈南准备告辞时 神殿之外走入一名天使 向生命女神禀报道 仁慈的女神 雷神殿来人 想请眼前几人去雷神殿一行 说着 陈南他们 提到雷神 神殿中的天使们 揭露出无比愤恨的神色 即便是生命女神 那原本柔和的玉蓉 也变得不太好看 在陈南看来 天界主神间这池水 真的很深 在陈南他们离开时 龙宝宝挥舞着金黄色的小爪子 道 赞美生命女神 女神我们会想念你的 生命女神哭笑不得 这个小东西 还真是一点也不惧怕女神威严 竟然把一个堂堂主神 当成了林家姐姐一般 或者 她真的太仁慈 和蔼了吧 陈南一把将龙宝宝扯到了怀里 捂住了她的嘴巴 神殿内可有不少狂信徒啊 如果那些天使发飙 几人肯定会不好过 神殿之外 四名四亿天使在等候 他们洁白的羽翼中 夹杂着一些紫金织色的羽毛 这是雷电之力的象征 细小的电弧 在那些紫金色的羽毛上闪现 神灵和神灵果然不同 生命女神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主神的架子 而眼前几个雷神殿的天使 虽然不过四亿 但神情却显得无比巨傲 由此不难可以想象 他们的主神习性 小凤凰疑惑不解得到 他们四个是在等我们吗 他们怎么都双眼望天呀 紫金神龙一副 语重心长的样 道 孩子 他们都得病了 你没看到他们眼睛 长到头顶上吗 不望向天空 还能望向哪里 如果揍得他们眼睛 长到屁股下面去 他们会弯下摇来 跪在你面前看天的 哦 原来眼睛长错了地方 小凤凰也不知道 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令那四个具要的天使 早已变了颜色 陈南将龙宝宝放在肩头 目光直视前方 率领三头神兽大步而去 根本没有看四个天使一眼 让四个雷神殿的 天使空白了一副架势 卑微的人类 还有那三头爬虫 你们没有看到 雷神殿的四个神使吗 紫金神龙大怒 回头吼道 闭上你的鸟嘴 敢跟龙大爷呼含 你不想在天界混了吧 四名天使差点被枪死 以雷神的名义出来传神欲 还没有碰到过 这样的人类要妖魔 这让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一人三龙腾空而起 向着远方飞去 四名天使被如此无视 气得大怒 接腾空而起 尾随陈南他们而去 龙宝宝小声道 哦 前几天捉到的那两个天使 都快忙不过来了 现在又来了四个天使 一个栽花 一个种草 一个拉车 一个挑水 正和好 此刻 陈南他们已经远离了 生命女神的神殿 来到了一片大山的上空 而四个雷神殿的天使 也追了上来 哪里逃 竟敢违抗雷神神欲 还不快停下 一人三神兽停了下来 陈南冷笑道 雷神请我们去 这说明我们 是他的客人 你们四个算什么 少在我面前 狐假虎威 不过是四个传令兵而已 再者 我是东方的修者 根本不信仰你们 所谓的雷神 他是你们的主神 但不是我们的 卑微的人类的你 轰隆隆 那天地直接被陈南打开 对于指着鼻子 骂他的四个天使 他没什么好争辩的 直接将四人 收拢进那天地 而后用两座神山 将他们压在了下面 被困在陈南的那天地后 四名天使 先是大惊失色 而后目瞪口呆 只见两名智慧女神殿的天使 正在辛苦地栽花种草 而一群小天使 则在飞来飞去 帮助规划 陈南将四名天使的审问工作 交给了紫金神龙 老痞子最适合这种工作 果然 不负陈南所托 仅仅片刻间 老痞子就问出了重大信息 混账小子坏了 雷神那个老混蛋已经得知 是我们破坏了召唤阵 他已经封锁了 去往东土的各个要道 陈南自语道 我说 怎么心神不宁呢 果真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紫金神龙问道 怎么办 难不成我们要大闹天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的